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林凯阳 来我们来谈一下 2024年我一个全新的大预言给大家 2024年走到假成年 就是我们所谓的农年 农年就是四目之地 那这个四库跟四目其实都是有人这样说的 那这个叫做什么呢 就是说你在今年要有一个爆发力 如果没有爆发力 你的运势就不会忘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 假成农年上半年的全新大预言里面 到底有讲什么呢 我要告诉各位的很多很多的行业 在今年有的很好 有的要非常小心 我们来看一下 2024年是联真化露 什么叫联真呢 联真心就是跟政府有关系的 跟企业有关系的 那么呢 联真呢 他代表的就是呢 如果你是一个呢 偷鸡摸狗的人呢 你今年恐怕就会呢 狼当入狱 所以呢今年呢 对于呢 那种贩毒啦 毒物啦 毒品啦 枪支啦 刀蟹啦 之类的 都要非常的谨慎呢 联真呢 也代表政府单位哦 好 因为今年是假成年太阳化季 太阳化季呢 政府政治 那所以呢 全球的大企业呢 都在呢 开始呢 变革当中 为什么变革 破均化权 好 这个破均化权 它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是掌握权力的人呢 就为所欲为吗 它不是 它是破坏以后 可以重新掌权的意思 因为破均它是什么呢 很多东西都会破坏殆尽 比如说像火山爆发 大地震 海啸 甚至呢 火烧山 火烧房 这些呢 还有呢 很多的大企业呢 在今年呢 做一个很全新的改变 化权代表说 你的底子够厚的人呢 他可以掌握了很多的权力 那也代表是什么 军火商 这些呢 都是在今年 非常 令人呢 感觉到非常压力的一年 因为破均心呢 它代表是破坏哦 城市破坏了 这个公司破坏了 这个产业破坏了 然后重新要整合 那这也代表什么呢 有很多的东西都要破坏殆尽 好 破均心就是整装待发的意思 所以呢 像打仗也算是 破均的其中一环哦 你看哦 所以俄乌战争 到现在已经满两年还没结束 以色列的战争也还没结束 好 截止下来呢 跟加萨走廊的问题呢 也越来越严重 另外呢 美中两国呢 也是呢 在争权夺利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 全球局势呢 让人触目惊奇 无取化科 无取心呢 它是一颗呢 财心 也是一颗竞争的心 化科代表什么呢 你很有名气吗 你的名气够大吗 然后呢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大企业 跟钱有关系的 那无取心代表什么 什么叫竞争的行业 银行业 无取代表银行 好 银行初期至胜的东西会很多 还有呢 无取心呢 它是竞争的行业哦 那今年呢 因为破均心 破均心破坏改变以后呢 比如说航空货运业啦 旅游业啦 这些都是在破坏待机以后 重新来过 好 所以呢 无取化科呢 也代表说你要重新学习新的知识技能 那无取心呢 才能够在社会上立足 才能够在全球竞争 太阳化剂 太阳化剂呢 男人要注意了哦 如果你是男性朋友 可能呢 你的工作呢 在这个时候呢 产生了很多的麻烦的纠纷了 甚至呢 有很多的问题存在了 一直以来呢 没有去解决的问题 在今年会浮现台面来哦 那太阳化剂呢 太阳底下看到的都没有什么特别新鲜事 那就是今年整个流年上面呢 最重要的一个一环 那太阳星也代表是男人 所以男人跟男人竞争代表什么呢 和美国的选举 很多现在有十几个国家在选举 那么这个选举当中呢 太阳化剂大家的无所不用其极 就是暗黑行动 暗黑一 暗黑二 暗黑三 通通都来到 那就是说我一定要争取到 我能够掌握的权力 我要当上这个总统 所以呢就暗黑别的 政党啊 人啊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一样的 那这暗黑行动会越来越多 那暗杀行动也会出现哦 那也可能 承受不了压力的人 开始生大病 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些问题 那也可能呢 在整个事业上面 在整个国家里面呢 会有很多的男人出现了很大的纠纷跟麻烦 好国际局势当中呢 最重要的我们先讲一下 现在走到九子离火运 这九子离火运呢是离挂 离挂代表什么 利美丽的利 代表呢中年女人 中年女人的话 什么叫中年女人 你看起来像中年女人都算 甚至你到六十几岁了 你看起来就像中年女人 你还是精力十足 那现在女人的精力都十足 所以中年女人呢 崛起的二十年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政治人物 企业老板 CEO 都是女性 尤其是中年女性特别 几岁算中年女性 35岁以上算中年女性 到65岁以下 70岁左右都算中年女性 我们说老年人从70才开始算 人生70才开始哦 所以你还老吗 没有 如果你还在职场上面工作的话 你都算中年女性 好 那么火的行业会特别好 因为离火 离火的话火的行业会特别好 什么叫火的行业呢 火火红红的行业 看到没有 今年农年 大家呢 张灯节彩 元宵节灯会 对不对 好 那所以呢 很多东西呢 都开始产生新的 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 比如说 汽车行业 菜跟火有关 飞机行业跟火有关 运输行业跟火有关 好 食化食油业跟火有关 食用油业跟火有关 因为要炒菜啊 对不对 好 那跟火有关的行业呢 太多了 那这个火的行业呢 有好有坏 但大部分都是 很多就是忽然间爆红了 一下又没了 好 网路事业跟火有关 为什么 要电脑 电线电缆 这个都跟火有关 好 那地下油管 天上的网路 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网路吗 密密麻麻架设网路都跟火有关 好 那另外的话呢 像是餐饮业 餐饮业饭店也都跟火有关 好 航空货运跟火有关 运输业 海运也跟油有关 因为他必须要用很多油 所以他虽然是海运 但是他还用油 那AI新科技 这些都是呢 跟火有关的行业 太空总署 上太空 太空 新的设计 太空船 这个都是航空业 所以航空业也会非常好 今年的话呢 就是说像这一类的行业都相当好 三滴五滴七滴的动画业 还有呢游戏软体业 游戏软体游戏业也会非常好 因为什么 华丽的外表 中间是空的 好 所以呢火是代表很华丽 很华丽的外表 但中间是空的 那所以呢我刚才讲过 包括政府的航空业 研究航空业的人也会非常好 所以呢有航空新技术 这些都算咯 航空城 那探测呢太空的 因为是华丽的天空是空的嘛 那探测太空 所以探测太空的行业也会非常好 那另外的话呢 你会说那房地产业呢 房地产业不会太好 因为它属土 那科技业都是属火 科技业都属火 科技业有些就断了 倒了 但是有新的行业起来 所以为什么呢 这两年呢 看到没有 中国的房地产业 一直往下走下坡 很多人呢 就是腰斩都在卖楼 尤其是那些大企业 整栋整栋转移 因为八白更运 土崩瓦解 土石流火山爆发 跟火山有关的行业也会 探测火山 这种都是跟火有关的行业 火灾 消防 消防也是跟火有关哦 所以消防业也非常好哦 所以你看这么多的行业 你做对了吗 那么2024年呢 在这些行业里面都是活活空空 好那我讲到一个科技业 股市买空卖空 股市也会很奇特的 好你买卖就是买空卖空啊 因为你到底买了些什么 卖了些什么 对不对 是不是每天都在嘎这些呢 所以股市也蛮火红的 只是呢大家在赚快钱的同时 也很多人就破财了 好那所以呢全球正处于呢 90火运退变期 火运代表我们的世界都在急剧的变化 国际局势呢更是轨局多变 美中关系 俄乌战争 以色列之战 南北韩一触即发 红海沉船危机 那美国日本欧洲海域呢 核废水大污染 令人惊心动魄 我刚才讲过一个事情 跟核子电力有关的 也都跟火有关 好所以呢美国呢 美国现在的海域呢 可能会探测到什么呢 就是跟日本的核废水一样的东西 还有呢欧洲的海域 我相信呢只要是核电国家 他们倒到海里面的东西 都是危害人类 核子 核子 这些呢都会危害到 整个全球的生物 包括海上的雨 海底的雨不是海上的雨 海底的雨 还有 鸟类吃鱼 那天空中的鸟类 大型的鸟类吃了很多鱼 他们会到海里面去找鱼吃 所以呢如果这些鱼吃了 这些有毒的核废水 死亡都是一滩一滩的 贪在哪里呢 贪在海滩上 好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医院会特别好 医药医院 火葬场会特别好 死亡人数越来越多 好 那战争一定不会停 好车关跟火有关 车关 车关也是跟火有关 所以车关会越来越多 你每天都想到 火烧房子那边车关 那边又是大地震 那边又火山爆发 你每天都跟这些火 看到的事情一大堆 那接下来呢 国际经济 农历一月是秉影月 我们现在已经到1月的15号以后了 因为元宵过了 那元宵过了以后呢 到底呢 农历的一月份呢 秉影月廉真化季月 就是五房煞月 所以呢今年呢 一月份呢 不是安静的月份 不是平静的月份 所以呢各国之间呢 互相厮杀 然后呢台湾的立法院呢 也是一样哦 三党呢 互相摩权插掌 是不是选举大选完了以后 现在互相摩权插掌 那接下来 更可怕的事情开始 在后面 年生化季呢 你看哦 火山爆发大递车关 一大堆的问题 全部都出容了 好那二月份丁卯月 丁卯月呢 在二月份的时候呢 是聚门化季 聚门化季呢 是代表什么呢 它代表的是呢 可能呢 很多人呢 因为呢 看不爽对方 然后争吵 吵架 然后呢打官司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也很多大的灾难哦 丁卯月要小心 今年亥贷税的二月份呢 是丁卯月 一月份因为有露存心加持 所以呢 虽然有很重大重大的危机 但是都还能够化解掉 因为有露存心 所以呢我们在一月份呢 会感受到很深就是 一面发生事情 但一面呢 很多公司倒闭 那政治呢 也是一样哦 政治在这个崛起的 那个倒下来了 就是不断的在那个 因果轮回里面 因为五黄煞就因果轮回 还有天坑 土地的天坑特别多 为什么 因为先走火运嘛 火山爆发啦 天坑啦 啊忽然间呢 就是海上走走 那是不是有大桥呢 对不对 河跟桥上面呢 是不是有空间呢 那个就是跟火运有关系 所以你们一定会觉得说 哇 为什么这么多灾难呢 好 那丁卯月的话呢 聚蒙化祭 聚蒙化祭跟什么有关呢 聚蒙化祭呢 跟政治有关 跟大宅地有关 跟大人物有关 哦 我刚才稍讲了一个 演艺事业 网红都算 YouTube网红 这些都算 都算火运的 离火运的最夯的行业 好 那么农历山月 沐城月要小心大地震 天气化气 擦枪走火 好 我们跟中国大陆之间呢 要小心 最近呢 中国大陆呢 对于那 台湾的选举过后呢 他只有呢 军演更加剧的在军演当中 而且看起来呢 好像呢 不是对我们太善意 但基本上 能不能度过这个困境呢 好 那农历四月呢 几四月 简不断理还乱的 像 像个老妈子的裹脚不一样 又臭又长的事情 一大堆慢慢的浮现来 那也代表什么 但甲己合图 我要告诉大家 甲年跟己年合图 戊城呢 贪囊化入 政府 二月份开始 政府加税 丁卯是什么 戊城是什么 查税 开始大大的在查税 查什么税 房地产税 租屋税 租赁税 你有房子很多出租吗 开始会查这些东西 所以这两三个月下来呢 再等于上半年呢 我们看到的问题会越来越多 好 加什么税 加税金 好 那再来的话 涨电费 火嘛 一定要涨电费的 油也涨 电费也涨 油电霜涨 这样大家应该很清楚 好 那农历呢 四月是几四月 大家呢 痛苦万千 有些人想说 好像那个要勒紧裤带了 因为几嘛 文曲化季业 文曲化季业呢 有很多行业会倒闭 好 什么行业会倒闭 像是很多的文化事业 都不太好 不太好 那现在 整个的运势上来看 农历四月 还不至于发生大事 但是呢 简不断理还乱的事情一大堆 好像过九曲桥 这样慢慢慢慢 大家都很小心的 在跟日子竞争 怎么样过一个好日子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 跟五月的话呢 天同化季月 天同星呢 它跟水有关 跟海域有关 跟孩子有关 所以呢 所以呢 现在呢 在跟月的时候呢 在跟五月的时候呢 跟孩子的学习有关 那就是农历的五月 就国立的六月啦 接着下来 比如说补习班啦 要不要去补习啦 有没有钱补习啦 诸如此类的事情会很多 天同星 它代表的是教育事业 跟孩子有关的教育事业 在这个月开始呢 会有很大的震撼 那这些震撼就是什么 照顾到学生啊 关门大吉啊 学校 大学 中学 私立学校 关门大吉 还会更多 农历的五月开始 就国立六月 要放暑假啦 要放暑假啦 然后接着要烧生啦 所以呢 教育事业开始怎么样 产息息 好 新卫月的话是什么 文昌化季月 文昌化季月呢 大家应该很清楚了 文化事业很难做 比如说你要出一本书 卖的并不好 因为网络资讯太多了 那文昌月不好的时候呢 跟学校教育有关系 也是教育业最悲惨的一个月 所以呢 从农历的五月到六月 是教育事业最惨的一个月 补习班也没有什么学生 我已经讲得清楚 所以希望在我们的上半年 未来的几个月当中 希望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你要投入什么样的行业呢 你在做什么样的行业呢 我刚才讲的一些行业 大概有二三四个行业 是活活红红的行业 但有很多的行业 是不好的行业 好那今年呢 会引爆的事情还会很多 因为呢 天干甲木克地支的土 所以房地产你想要好 非常困难 虽然有些地方会增值 比如说台积电进驻的地方 它会增值 但问题是 有多少增值空间 不会像以前 Double 一次涨一倍 涨一倍半 涨两倍不可能 所以你有钱吗 你想买房地产吗 现在政府开始为撒税 你把房子出租吗 你的税金可能克更多 所以呢 你划得来吗 划不了 这就是在2024年 假成 太阳化季 不要说 没有新鲜事 天天都有新鲜事 来接下来 台湾政局 5204新旧总统交替时 台湾正处于全球动荡危机之中 赖清德的八字 是否能够稳定台湾的政局 立法院三党是否继续大乱斗 48年次的赖清德 是什么 文曲画季 文曲画季来看的话呢 他的八字里面 他勉强选上了总统 但基本上 我们是期待他有更好的作为 对台湾的经济啊 各方面呢 两岸关系都有更好的作为 但是呢 中国大陆看起来呢 对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呢 未来的这个总统呢 好像呢 敌意更深喔 好那美国呢 现在也是呢 很害怕说 他万一 万一啦 我没有说他一定会啦 那可能啦 那如果赖清德先生呢 这个总统未来呢 他走的 这个偏锋的话呢 是不是就引爆呢 亚太地区的战争 大家真的很害怕 现在连美国 美国所有的五角大厦 里面的大关 没有一个 不说台湾是一个最危险的区域 所以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赖清德 赖清德八字里面呢 如果在了贾成年 贾成年基本上来讲的话 他是生殖层 没有合到他 但是今年他的命格里面呢 合到的那个属兔的 属兔是害泰税 就是农年是泰税吗 那害泰税 那他的扑义工又不好 扑义工是泰税正中 所以呢 他在整合上面会非常的困难 至于立法院呢 想整合国民党 我觉得困难重重 那民众党就更不用讲了 好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民众党党党主席的 柯文哲去Long State 好那到底呢 这Long State 会对民众党有什么加分吗 我想这两年 2026年还有很多的选举 我想这一两年 2024到2025 这中间这两年 应该都是政党呢 壁垒分明的 然后呢争权夺利 争地盘的 一个态势还会继续发酵 我刚才讲过 太阳化季的年呢 是跟政府单位有关系 那连珍又是 今年的连珍化路呢 跟政府单位又有关系 那也代表政治人物的问题 还是会扶上台面 到底呢 哪些人才是真正呢 能够带领台湾更好的一个状况呢 好我想呢立法院呢 现在呢韩国瑜 他现在身段也放得更柔软一点 那我们来看立法院会不会大乱动 我觉得乱动是势在必然 没有无药可解 没有解药 没有什么解药 那当然如果韩国瑜今年的运势 是比较强盛的 那韩国瑜比较强盛的同时呢 戴清德反而是比较弱势的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 此消彼长是不是会带动台湾的 在立法院里面的一些呢 提案会让台湾人民更好 肯定是会的 好因为有人把关了嘛 来接下来 台湾的经济外资炒股危机 而真正的经济不能同步而行 一脚在烂民中脱薪 小股民要更惨 所以呢要小心套牢 房地产包住工大产 炒房炒地皮将被克中税无法克 这就是今年的上半年了 你们想在哪里赚大钱 还有我刚才讲过 诈骗集团有 我还没讲到诈骗集团越来越多 所以你的荷包要看紧一点 来接下来 终观全球 战争人不会停 还有危机事故 疫情变种难防 经济层M型 那物资波动更大 但仍有很多企业是赚钱 我刚才讲的那些行业 也是做那些行业吗 也是会赚钱的 没有到那种绝境的地步 这样大家很清楚 好接下来 由此离火最旺的行业 航空货运业 AI产业 无人机 太空科技行业 石油石化业 旅行业 餐饮业 云航业 老屋重建业 军火业 如果你做对了行业 也非常恭喜你 如果你做错了行业 也不要也不要伤心 因为呢 每一年呢 上半年下半年都有不同的异动 那天干跟地支是完全走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走到地支的事啊 下半年的话是走尘土 尘土的话就是四木之地 好 那我想呢 火葬业也会很好 然后呢 牧原业也会很好 因为很多人死亡 真惨 火车相撞 汽车相撞 掉飞机 一次都死了很多人 这是最可怕 然后呢 大地震 整栋楼倒 就是很多人 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 你们可以在下方 海洋老师的预言 请你们听清楚 我想呢 海洋老师今年呢 贾成农年呢 再继续为大家做一个大预言 最主要是因为 不平静的意义 刚开始就很不平静 我们今年应该要看到羊羊 希望我们好好的来为我们每一个人的 自己的前途努力 这今年呢 土呢 是扎灯要扎得更好 你才能够 能够成为 你一定要坚持自己 稳扎稳打的这种心态 你才会越来越好 没有一旧可及的 我想呢 现在很多企业倒闭以后 很多精英呢 在社会呢 出来跟大家竞争 如果你的竞争力道 力道是不够的 我想你活下去的本钱也越来越少 好 更好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困境的 谢谢大家 帮我按赞分享 开订阅按小铃铛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